厲害了 不想錯過小明星大跟班 每天精采的內容嗎 不管你是用手機還是電腦 趕快滑到影片的下方 看到右下角有一個紅色 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那訂閱之後呢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今天這樣出現的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出現這些症狀代表你已經老了 我們聊到的症狀你有的話表示 你已經是我抓夢了 我抓夢了 過了25歲之後真的有差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晚上 就是朋友打電話給你 大概10點 11點 以前這個時候一定會出門 就算半夜一點朋友打來 也要出門 現在我是撿到只剩下三分之一 以前我是356都跑 你們跑那裡大概就算什麼 不啊 不356 我們都在同家業店 走秀耶 任何事提不起經營沒對象也無所謂 以前什麼事都要約朋友去做 我現在反而覺得說 我不要約好了 因為還要配合他時間 對 然後他又狀況一堆 我覺得我自己去做反而還比較好 我現在是可以一個人厲害到 去看急診 一個人來去看電影買任何東西 然後我都可以不用軟 這都OK 不要一個人打桌球那個嘛 不是啦 你為什麼會再撐回來喔 妳很忙嗎 好 歡迎 跟班 好 歡迎 這這集我們先跟所有女性朋友道歉 因為如果等一下我們聊到的症狀 你有的話表示 你已經是老茶母 歡迎五位老茶母 對啊 兩位才不會太太太 還小啊 年輕很重的 大家才幾歲 30最老啦 幾歲啦 這是30而立好不好 我們是30而已好嗎 親手女就是給自己安慰的話 對不對 28 還好… 妳28老 四婚年齡29要動軟 妳29其實最緊張的 因為妳快要離開2了 要奔3了 對 就是以後火鍋填資料的時候 要勾下一格 對 下一格去天公 對啊 24歲來做什麼 是啊 幹嘛啦 妳先幹嘛啦 天通告 明明再來 因為25歲 據說女人受到慈激素的影響 25歲以後開始牢化 真的 慈激素的症狀變得比較明顯 對不對 但是我常講天人五酸 法常常視茫茫 齒牙動搖 記憶力減退 體力大不如前 沒有人能逃過這一關 為什麼我看起來永遠不老 沒有啊 因為我 你不老啊 我面對他 我接受他 我希望老的時候像阿公一樣 不是 他阿公 我爸爸長得像日本很有名的隱形 三船閩郎 老老帥帥的 真的嗎 對 所以今天我們邀請到兩位來 有皮膚科營養師 歡迎兩位 來 給你們鑑定一下好不好 好 面對老 你怎麼處理 來 咱們直接隨便一條 12條 12種初老症狀 來… 先講哪一個…小朋友 第10條好了 第10個 短短一小時的車程跑了5次廁所 有症狀的自己承認 頻尿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我 而且其實我不只跑5次 就算你尿的時候一兩滴 可是你還是會想上廁所 那個應該是發炎吧 沒有…真的會很明顯的變成 跟以前比起來 現在很容易想尿尿 名牌講叫 咚咚滴滴 不是 那是女人叫滴滴答答 不是遇到這種叫 但是 但是我發現我很害怕 就是坐那種長途巴士 因為像我之前去日本玩 然後我從東京 然後我要去那個富士山 河口湖 然後我就想說搭巴士 它是兩個小時的那種車程 然後我一上出來 我就先確認那種車子 是不是有那種廁所的 我發現沒有 糗了… 我想說完蛋了 我很焦慮 因為我的症狀就是 我很喜歡上廁所 然後兩個小時要我都不上廁所 我真的是辦不到 怎麼辦呢 然後那兩個小時的車程 我大概有十次跑去司機旁邊說 不好意思 廁所 然後他就要很無奈 就是他還要開下那個高速公路 然後去走 對 然後 直接拿寶特瓶給你了 他就是很困擾 然後整車的人 就是日本人都覺得說 到底…是要多久 就是生過小孩 才有這種問題好嗎 真的沒辦法耶 生過小孩真的很有感耶 因為以前出去玩的時候 在休息站就會睡覺 現在大家就會想說尿一下… 對 真的尿一下 然後晚上9點之後 我是完全不敢喝水 其實是不… 不是因為尿已經激到哪裡了 而是妳心理狀態 來 問一下 來… 尿有這麼深度嗎 營養師都可以 我來看看一下 對 因為其實這個無問題 我覺得妳也有 徐醫師 其實也有 真的 徐醫師不要承認啦 沒有 但是…要跟大家講 其實會讓我們憑尿 可能會主要分兩個因素 可能一個因素就是我們 就是可能真的有感染 會一直跑廁所 但他尿不出來那種的 對 而且有些可能還會很痛 所以這個就是一定要去看醫師 可能要有必要的治療 但是 尿卻尿不出來 對 但是… 但是第二種是我們壓力 情緒 會造成我們會想憑尿的症狀 對 真的耶 可以有改善嗎 我有時候經過女廁會聽到 女生自己在 妳說一直誘導自己嗎 應該是 應該是媽媽在幫小朋友 還有骨盆肌改變了 怎麼說 另外一個狀況 可能就是因為我們的那個 膀胱過動症 對 這是一種 對 膀胱過動症 也會讓我們就是 很想要上廁所很頻尿 這時候就是要就是可能看醫師 膀胱也會過動 對 就是要去訓練我們的骨盆腔 這樣辦法改善 對 但是不是女生會有老化現象 其實男生也會 男生的攝護腺肥大 也是會讓男生很常 跑廁所的一個原因之一 對 我爸就是 女生 妳24歲妳也憑尿 對 因為其實以前大學的時候 我就是可以憋一整天 就是只上 回家上一次廁所 幹嘛 危難自己 會忘記自己要上廁所 有啦 學生時期很多女生都會憋 對 然後 想要聊天就不去廁所 對 然後到現在是 我睡前就要跑廁所3到5次 其實就是沒有上很多 睡前耶 才幾個小時 妳就要跑3到5次 對 好像開始記憶點了 我就要去上的時候 可是其實沒有很多 睡前還好我都是睡到一半 被我自己的尿叫起來 記憶點 為什麼不是記憶點應得咧 記憶點沒有 是功德 這個算出牢嗎 來… 這個時候是跟我們的習慣有關 對 喝太多茶啦 咖啡 這樣滴尿的東西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他們有定義喔 如果是睡覺 爬起來兩次以上 又算憑尿者 憑尿 真的是憑尿 所以這個不太算出牢對不對 這應該不算 所以這個還好 不算出牢 還好… 來… 第五個 不喜歡社交放假寧願待在家不出門 真的… 這個… 應該大家都有啦 是大家都有 其實大家都有 我從以前就不喜歡 像我自己覺得最大落差 是因為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是在台中念書 我記得那時候每個禮拜 我都可以做客運 做三個小時的客運 回來台北去夜店玩 然後隔天再坐回台中去上課 現在是不用上課了 時間很多的時候 反而朋友約我的時候 我都不想出去後來家裡追劇 看書陪狗玩 家裡也溫暖 對啊 就覺得好像越來越懶的感覺 很明顯 過了25歲之後真的有差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晚上 就是朋友打電話給你 大概10點或者是10點 11點 以前這個時候一定會出門 就算半夜1點朋友打來 也要出門 真的 現在真的沒辦法 現在9點跟妳說晚上12點進 好啦 想一下啦 我今天腰很痛耶 我身體起來 腰很痛耶 拿出來講 100種藉口 然後就會說我高跟鞋跟斷了 就是很多很荒唐的 然後你真的不會想出門 然後可能上一次去夜店 也是因為朋友生日 也大概半年前 來…強講 強姐 你不是都還在去嗎 對啊 強姐 你不是放音樂的耶 我跟你講好不好 現在我是剪到只剩下1 3分之1 以前我是3 5 6都跑 我3 5 6都在談到夜店 走秀耶 現在的我就是我可能一個月 我挑一次去 就已經覺得有點力不從心了 因為我跟你講 我的花費 花的時間花費是怎麼樣 我出去外面一個裝 一個裝三小時耶 你去到夜店變成有嫩妹在打擊你 為什麼… 我出去當然都是焦點的 我怎麼都在那邊上的耶 就閃一邊去了 重點是因為我那個 重點是我出門的時候 那個花費太長的時間 我很累啊 對啊 力不從心… 真的很累 這個肯定是一個老化狀態會不會 這肯定是一個初老的症狀 對 這只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體力 體力衰減 本來以前晚上可以整晚都不睡 第二天禮拜五完還可以禮拜六 對不對 對 體力衰減 為什麼心態上也會覺得 是心態 不想去 大腦它其實也是會隨著時間 就是慢慢的老化 它就是隨著我們的時間 就是越來越久 對 它會慢慢的退化 所以會先從我們的這個部分 去開始做一個老化動作 而且這個是 你可能就是沒有感覺 因為你不會痛 不會不舒服 但是它是循序漸進 就是慢慢的 所以它就會去影響到我們一些 就是我們的行為 我們的表現 我們的一些行動 初老 來 第三條好了 還是第一個好了 臉上留下歲月痕跡 皮膚棒很難消失 這個會喔 這個年紀有關 這個會喔 我是那個 因為我平常都是下巴會長些痘痘 都是額頭上 然後我都會把它摳出來 挖出來 有…上次你也來節目講 然後跟你講說不能這樣做 對 但是因為為什麼 癢成症的習慣 是我小時候怎麼挖的時候 它可以就在兩三天 恢復正常 冰滑亮 會流吧 真的 過水無痕 對 過水無痕 現在我可能要花一個月時間 就一樣的嚴重的痘痘 花一個月時間才能夠回復到 光滑無痕 復原能力變慢 對 變慢了 我覺得有變慢 我有一個朋友 嚴重摔車 然後七天裡面所有傷口都好了 真的啊 好奇怪喔 它這支誰是誰呢 我不是黑鋼人 他已經常在家玩了一個多禮拜了 好累 有沒有 這個是 這跟老化 我覺得有很嚴重的關係 流失膠原蛋白了 對…來…許醫師 那個痘痘 痘痘就是譬如說你可能發濃 或是其他你可能會想去Call他的 你有可能會留下我們的 痘痘 對 痘痘可能就是會有一些凹凍的 就是會 就像地層下陷 對… 痘痘可能就是我們皮膚的顏色 會改變 對 通常你會覺得 為什麼以前好像很快就淡掉 可是為什麼隨著年紀越大 它就越來越慢代謝 妳不是皮膚科為什麼了解這麼多 因為我是 對 我們女生就是有這種困難 我是酒病乘涼一樣 可愛的女生 徐醫師 來…皮膚科 復原能力越來越糟了 這個是出牢的 其實修復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色素 一個是組織 兩個都會變差 因為色素進得來 然後出不去 它就堆在皮膚 所以我們叫 對 它沉在真皮層 很像灰塵卡到床下面的 掃都掃不掉 然後那叫色素沉澱 另外組織修復就是它的愈合能力 所以用手摳的 它本來已經是一個發炎了 一把整個洞挖起來 對 上次說牆牆不能這樣子 就是徐醫師 對喔 你們兩個一起來錄影 要死人了 但我現在就真的是有這種狀況 對 而且多多有分 本來國中的時候是從這邊 高中開始變這邊 往下 還是往下 對… 對耶 下巴 對 這種就叫做 這個是老化的現象 再來 好 來 第二條 情緒起伏大一點小時就 老化… 比較容易感動 情緒不是小時候才有情緒 而且很愛哭 男生都會說你最近情緒怎麼那麼大 對 像我之前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滿堅強的人 就哭點很高 可是我覺得真的是這一兩年 真的變得很愛哭 因為像今年就是不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流行去登山 健走 然後我之前就去阿里山登山 那一天就是不好運氣 就是那天下大雨 然後一到車上我就想說 天啊 我全身都濕透濕溫 我要趕快把行李箱打開換衣服 結果我就是忘記 才三個密碼 我就忘記了一個密碼 我在那邊怎麼解 從000999一直解到 我已經全身都發押沒有血色 我就在那邊崩潰大哭 一我就是開不了那個行李箱 那真的很值得哭啊 對啊 所以都會哭吧 原來密碼沒錯 就是真的是錯一個密碼 然後後來我男朋友就在旁邊說 你怎麼變得這麼愛哭 這個就是你慢慢試 不就是沒有衣服穿而已 有什麼好哭 可是我就說你們男生不懂 我這個時候就覺得很委屈啊 就是一個委屈感 就請自己什麼那麼笨 所以女生都會想哭 會拿武器直接把它劈開來 快啊 不然冷到 你被破壞掉啊 我都常會這樣哭 反正在買新的 你這個是躁鬱的 躁鬱的 可是我覺得 哭我發現 就是我們初老有個是 變成很易感體質 是以前喔 你說哭點嘛 以前你可能沒有那麼容易感動 但是我現在超容易感動 你看新聞 看影片 對 看任何東西你都會想哭 然後看任何那種親情有關的 看到爸爸 看到媽媽 看到狗什麼 哭得好慘耶 妳這樣笑一半看到 我就是看親情 我之前真的看了一個什麼 就是有一個那個金紗 然後他被一個那個繩子綑綁住 然後就有潛水員去救他 因為不然他要被勒死 他上次已經很多傷痕了 然後潛水員就在那邊很辛苦 因為他氧氣快沒了 然後在那邊刮… 要把那個繩子 那個很粗很粗的繩子 我看完 我眼睛 兩條淚下來 對 這首我都可以哭耶 我上禮拜帶我家狗去看醫生 因為牠心臟病要回診 要拿藥 我就看到一個老人牽了一個科基 就是老人跟老狗 然後那隻科基胰臟癌 就胰臟炎 然後那隻狗就叫納豆 醫生就說 納豆要哭 我這樣就帶人哭 該哭的是納豆的 我就哭你 然後我突然我男友就說 你在哭什麼 你不覺得一個老人一個老狗 然後牠又叫納豆很好哭 就是以後的你 可是真的情緒上來 連看什麼歡笑一箱都會哭耶 對 就是哭點好低喔 這個不一定醫師能解答 我的解答請你們糾正我好不好 好 它這種狀態叫做 對 為什麼 這是一首歌的歌名 我一般會的英文都是來自於歌名 趕快 OK喔 給他們演唱沒關係 Reflection of my life 因為人隨著年紀越來越多 你生命累積的片段會越來越多 對 遇到某一件事情 你會投射到屬於自己的那一個項目 懂得多了 看得多了 對 如果你年紀很小 你看這個五感 因為沒經歷過 也沒有同樣的感受 對 所以沒有辦法感同身受 所以有種同理心放大了 對 所以它就是一種初老 為什麼 你必須累積有這麼多生命的經驗 我這樣講我不知道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對 可以喔 對…其實憲哥講得非常好 對 是… 真的 會是一位營養師 對不對 這應該也是跟那個荷爾蒙有關係 對 因為其實不管男生也好 或是女生也好 其實我們是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剛講嘛 對 尤其像女生 其實以女生簡單來講 有時候你可能是會大哭 可是有時候你會抱 所以你的情緒起伏是非常不穩定的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的女性荷爾蒙 其實是下降的會比較快 女生裡面身體裡頭 也是會有男性荷爾蒙 對… 對 相對之下 這個男性荷爾蒙的濃度 就比較沒有改變那麼多 所以其實當我們這個落差 一出現的時候 女生表現出來的 有時候你就是暴怒 就會有點攻擊性 對 好像會耶 對 然後有時候 你遇到什麼事情 你就會暴哭 所以這種東西跟我們身體 一個荷爾蒙 是有很密切的關聯性 但是其實如果把它控制得 還不錯的話 變成我們就可以 三十幾歲之後 才會出現女強人這件事情 但是如果持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的魅力可能就會消失 變成男生很怕的女漢 對… 所以我長大了 反而我都盡量沒辦法哭出來 不…你不一樣 太強勢了 別人哭了 你給我愛一點 水腫的解決方法 吳宗憲幫你解惑 我跟你講水腫這件事情 真的很可怕 以前以前因為好像吃多鹹 每個天早上起來 都可以還是瘦瘦得很漂亮 可是真的覺得過了25歲之後 只是多煮了兩片肉 然後多沾了兩塊那個蛋醬油 已經到喝黑咖啡都消不掉 聽了一個說 你今天要水腫的話 你是不要喝水 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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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大了 反而我都盡量沒辦法哭出來 不 你不一樣 太強勢了 別人哭了 你先讓別人哭 我看人家哭我就真的臉都歪掉 真的… 真的… 比他就是那種 可能包廂有人在哭 他會幫人家操美啊的那種 對… 強強 那我問你一句 好嗎 你最近一次是為什麼哭 好像真的是沒有 但是我 但是我會 如果真的要哭的話 頂多 真的頂多 我會看電影的時候 到很感動 人家分離的那時候 你掉了幾滴眼淚 然後我不想給朋友看到 我會把它就是弄掉 摸掉 誰在看你 大家都在看電影耶 你怎麼會看燈光給打開的時候 或是你兩個人在看電影的時候 然後旁邊看到人家錯心 那太丟臉了 我一定會把它弄掉 或是有人掉下的時候 可能假裝在摸臉 把它弄掉這樣 摸什麼 對… 對啊 不行耶 不用隱藏自己真正的情緒 你去看看那個親愛的房客 看你有沒有辦法這樣擦眼淚 對 我怕他看不懂 哭位我都還沒看 這我都還沒看 對 很值得哭啦 很值得哭 太棒了 這個是粗老狀況好不好 來 下面一條 再來我們看一下 第四點 常聽不清楚 要求對方再說一遍什麼 聽不清楚會嗎 已經到耳背的狀況了 有…是真的有 但是我有時候是真的覺得自己是 聽不太到人家說什麼 或是我會容易忘掉 重複的問題 可能要問朋友很多次 然後他們之後都會覺得我很煩 就跟我不理我了 其實那不是聽力損失 而是妳閃神 就沒有在專心聽 不夠專心 對 妳不夠專心 這個其實我也很常 最近可能很多事情 都要聽了好幾遍 然後問了兩三次 就問幾次還會有安全感 妳不覺得嗎 對…以後就很容易會忘記或記錯 對… 閃神嘛 對啊… 會有這種情況嘛 來… 我覺得應該講講師 一直顧著講話 所以沒辦法聽 對 對 各位 Exactly 這一種人就是什麼你知道 我常講的 對 這個是因為他個人 個人頻寬不足 比如說我頻寬這樣 講話 用掉這些頻寬對不對 你有任何的話進來 就用掉這個頻寬 所以雙方面的話 你就聽不是很清楚 其實本來應該是30歲 可能耳朵還沒有那麼快退化 所以可能是 所以可能頻寬是減少的可能是 治療或出老症狀 他是被自己吵的吧 吵到都沒有聽到別人的事 有時候我會想說聽到 直到那種我想聽的答案 我才會停止 有時候會到這是個性… 妳特別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有人會大嗓門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聲音的比例 你說什麼 你會這樣 那個 嗨嗨… 嗨嗨就是這樣 對 嗨嗨他就說他媽媽也是這樣 所以他從小就是習慣了 就是大嗓門講話 我是 我是大嗓門 聽力會比較背一點 對…有時候會 太常去夜店了可能耳朵會 我都直接貼在喇叭旁邊 才會有症的感覺 可是很多人就講說什麼 年紀越來越大 耳朵真的會越來越不好 是這樣嗎 許醫師 其實是真的啦 其實我們 但是已經到到就是耳背的狀況 其實真的就是要用喊的 你才會聽 就是會聽得清楚 真的就是已經老化的 可是如果像現在這種狀況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 以前是聽隨聲聽 有耳機 現在可能就是聽IPA 有些人就會開得很大聲 長時間下游 可能是你的耳朵可能會受損 所以不見得真的是老化引起的 聽不見 對 有時候是一些 對… 回頭派對玩出來的時候 你的耳朵是耳鳴的 聽不到聲音 你幫你去哪裡 我發誓 一邊耳朵聽得到… 一邊耳朵聽不到 你會嚇一陣子 嚇一會說 怎麼會一直這樣 一耳朵聽不到 一直在那耳朵吃懂 對 這個玩家對他有時候他很習慣 對啊 我已經覺得耳朵聽不到 你會嚇傻 笑到閃神耶 真的 我常這樣 下一條 再來一條 水腫消不掉損失代言廣告 No 真的會 水腫好可憑 是誰…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水腫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 因為其實現在像以前 你可能就是覺得代謝很好 然後所以基本上早上起來 就算你前一位好像吃多鹹 你隔天早上起來都可以還是瘦瘦得很漂亮 然後不會覺得整個臉像腫得跟大餅一樣 可是真的覺得過了25歲之後 你知道嗎 我可能前一晚只是稍微吃 有一點點鹹度的 已經是日式火鍋囉 只是多煮了兩片肉 然後多沾了兩塊那個蛋醬油 隔天早上起來就腫得跟豬 而且是已經到 都可能要到中午過後到下午才會覺得 好像有消腫 但工作已經結束了 代謝變太慢了 對 但是我覺得水腫真的對初老的女生 差很多人的體重 你可能光是水 你可能會差3公斤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我現在就吃東西 比如說吃火鍋 我都會特別問說這個有沒有味精 因為我知道 我知道隔天一定會水腫 所以我都會挑東西吃 那種特別鹹的 我都會選擇乾脆不要吃 日子這樣過得多辛苦 沒有辦法 身體就負荷不了 那個只要有一點味精 有一點太鹹喔 對 妳就吃個兩口渴一個晚上 對 然後妳就一直想喝水 然後妳半夜又想尿尿 隔天就會腫得好 隔天又好累 然後隔天又水腫 然後妳就覺得所有出到中午 好像在妳身上一次發現完 同一天發生 就覺得很像世界末日 然後脾氣又暴躁起來 對 脾氣又暴躁起來 然後什麼都聽不進去 水腫好像是萬惡的源頭一樣 水腫太可怕了 對 真的 但是這個要分兩種 另外一種是我們所謂的 病理性水腫 可能就是跟我們的心臟 腎臟有關係 但是通常這類水腫它不會消掉 可是剛剛大家討論的這些情形 包含我自己也是 這個大部分是 大部分剛剛有講 就是妳前天如果吃的重口味 譬如說那個 妳可能吃個鹹酥雞 滷味 麻辣湯 泡麵 對 因為鈉在我們人裡面的功能 就是可以把水分抓住 對 然後它就會變成說 妳喝進來的液體 盡量就會留在身體裡面 其實我們身體的那個會水腫 其實就是我們的水分 它是留在我們的細胞肩液裡面 它沒有到正確的位置 我們剛剛講了嘛 會把水分留在我們身體裡面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大家選擇食物的那個 自我的控制能力又越強 就是妳可能會覺得自己腫 然後妳可能就會去喝一些咖啡 對 然後妳可能會去喝一些綠茶 對 瀝水 但是我剛剛講的這些 它是有點像高麗袋 就是妳雖然暫時把水分瀝出去了 可是要知道 我們身體有60%都是水分 水分在我們人體裡面 它有很多功能 包括我們一些生理的一些代謝 或是排泄都是需要水的 如果我們這些東西 妳把它瀝出去之後 妳的補充的白海水不夠的話 身體就會分泌荷爾蒙 把這些水分通通留著 這些蓄積在我們的細胞 跟細胞中間的細胞肩液 就是我們的水腫 我有聽了一個說 妳今天水腫的話 妳是不要喝水 是要喝更多水 對… 對 沒錯… 對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 就是因為妳是水分不足 所以才會把它留在不該留的地方 所以妳一定要把我們的白開水補足 如果說正常一般來講 是我們的體重乘以30 這是基本的白開水 這不包含湯或任何的飲料 只有水 對 但是如果妳有喝咖啡的習慣 有喝茶葉的習慣 妳必須再多攝取 500cc左右的白開水 這樣子才有辦法去平衡 我們身體所需要的一個水分 但是不能強灌 還是要穩穩的慢慢的喝 我會水中毒耶 水中毒要喝非常多 來…第三一條 來看看 第三個是 任何事提不起經 沒對象也無所謂 OK 這個就是有一點這個興趣降低的意思 單身 對 單身卻開心 其實我是說的是 對於男人這部分 潘映竹徐瑋瑩年紀到了 只想要安靜獨處 任何事提不起經 沒對象也無所謂 以前什麼事都要約朋友去做 我現在反而覺得說 我不要約好了 因為還要配合她的時間 對 然後她又狀況一堆 我覺得我自己去做 反而還比較好 我現在是可以一個人厲害到 去看急診 一個人去看電影買任何東西 然後我都可以不用人家 做都OK 對 不要一個人打桌球 那你就有辦法 真的假的 他跟人家講 他跟人家講 你很猛猛 單身卻開心 其實我是說的是 對於男人這部分 就是 對 就興趣嗎 不是 應該不是說 不是說興趣 興趣我還是有的 但重點是我會懶得跟他們爭論 像我前陣子遇到一個 他想在糾纏我 不過這個人就是 他沒身材 沒長相 沒身高 沒錢 沒事 什麼都沒有 但是 這個太恐怖了 我說的事情是說 他 他有某一部分 他有某一個吸引我 想去注意他的地方 他那個特徵是 比較讓我會覺得好奇 就這樣 僅此這樣 好 那我就跟他 我就跟他就是 有這樣子 朋友這樣一段時間 沒有辦法沒有交往 但這個男的 他搞不清楚他的狀況 他覺得他是我男朋友 要約人那條界線你知道嗎 然後我那天 真的是已經到我極限了 不想要理這個人了 叫他離開 結果他竟然不能理解為什麼 他在網路上面還發一堆文 來罵我 罵我都罵我吸的 但重點是 我會懶得跟他解釋 我會覺得說就這樣了 以前我會跟他爭到底 你憑什麼這樣罵我 但是我會覺得 你不讓他接我 你只要搞遠的走… 走掉就好了 走得遠遠的 對 我不想跟你爭論 對 我不想跟你爭論 你也不了解我的心你在想什麼 這樣我不會想要去跟他 有任何的那種 touch 懂了嗎 我不會想逼人家了解我 我不會 我現在開始不會 所以你看這個 有一點出勞狀態 除了這個比較嚴重 其實我覺得是 他覺得一個人也很好 對 朋友也會 就是我發現年紀越大 你會越豁達 然後很心如止水的感覺 可是小時候你就會很在乎 女生的友情之間的小事情 比如說我跟你依依比較好 然後我可能跟瑋瑜吵過架 然後你又去跟他出去 我就會很在乎 然後心情超不好 我們今天怎麼了 是不是我們今天有疙瘩 對 然後我現在玻璃心 對 其實很玻璃心 我現在掌越大 我越對這個很看得很開 就比如說我今天 我之前也是 我跟依依可能很好 我們約出去喝下午茶好了 可能他前一個小時 他突然間說 我要去陪男朋友放我鳥 妳就不行了 沒有 我以前小時候 我可能會很玻璃心 會覺得說 妳怎麼跟男朋友比較好 然後怎麼會 但我現在完全不會 我現在突然間覺得說 OK 那妳就去 然後我一個人 也可以自己去下午茶 一個人去逛街 一個人去看電影 我覺得反而有一個人的時間 還滿好的 然後反而我現在以前 什麼事都要約朋友去做 我現在反而覺得說 我不要約好了 因為還要配合他的時間 然後他又狀況一堆 我覺得我自己去做 反而還比較好 我現在是 可以一個人厲害到 我一個人去看急診 然後一個人就是可能去看電影 買任何東西 然後都可以不用人陪 這都OK 對 對 怎麼打 怎麼打 你很忙 但就是一直在吊球而已 對啊 有什麼好玩 我一個人可以出國到 沒有去過的城市 因為我不能夠等到 所有朋友都要 就是要配合別人 因為很只有這一段時間 對啊 我這輩子他們都等他們時間 不行 我這輩子不就去了吧 現在是會越來越知道 怎麼樣跟自己相處 因為像我上禮拜就跟朋友聊 我有朋友單身七年了 我就說你不會緊張嗎 他就說其實他前面一兩年的時候 會很慌 覺得自己好像要交男朋友 或是要多出去認識朋友 可是他說他現在會覺得 隨著時間 他會越來越覺得說 我跟自己相處也滿好的 就不用出去認識朋友 或是認識男人 天啊 是初老吧 我覺得這還好 習慣自己獨處 然後聽自己的聲音 真的好像 老話嗎 這個老話嗎 我覺得這有點兩個層次 一個是說能夠聆聽自己的聲音 這其實是正面的 但另外一個就是 懶得跟人家互動 懶得跟人家溝通相處 那個就是初老的症狀的 跑步維持好體態 膝蓋碰到掰咖一個月 誰 誰啊 妳 妳不是運動還滿強的 對啊 妳還是有舞蹈 我是體育學校畢業的 對啊 然後以前是可以連續好幾天 然後 就膝蓋都沒問題 可是最近就是我在經營YouTube 就想要做一個馬拉松的計畫 要跑台北馬拉松半馬 然後結果我才訓練第二天 第二天也跑15公里 結果我膝蓋就掰咖一個月了 到現在我都是走樓梯 如果要彎膝蓋的話 就是韌帶還是會痛 膝蓋痛 這個聽起來可能就是 你是過度的運動去 讓我們的一個膝蓋的一些 不管是肌肉或是我們的 膝關節的一些組織去損傷 其實我們嚴格來講 其實我們會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就我們膝關節裡面的一些成分 譬如說像玻尿酸 然後膠原蛋白 流失 對 然後還有我們一些骨關節液 等等這些 其實都會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慢慢流失 其實流失到一定程度 其實你骨頭互相磨的機率 就會變大了 所以其實就會慢慢的 會開始不舒服 所以其實嚴格來講 它還是會跟我們初老 會有一點點關係 有初老對不對 我還有一個很多問題是 還有什麼… 就是以前筋痛的時候 並不會腰痠 筋痛的感覺 腰超痠 對 現在年紀大了之後 我連排卵期都會痛現在 平常都會痛 對 排卵很痛 以前都不會 對 基本上像如果剛剛女生 講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個人也是 就是以前吃冰吃辣 完全都不會痛 不影響的… 對 但是其實我現在也是會痛了 對 可是要跟大家講的是 就是不管你吃冰或是吃辣 其實基本上 不會影響 所以可以吃嗎 那可以吃 吃冰果未經耶 你說就是排卵期跟生理期 來的時候 都可以吃不影響的 基本上是不會 以學理來上是不影響 因為你想 其實我們人體的溫度 大概就是在37度左右 任何的食物 不管是燙的或是冰的 到我們身體裡面 一定是到那個溫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說你吃冰的會痛 那你喝燙的是不是也會痛 對不對 其實是不會的 邏輯問題 對 所以其實冰跟冷或是辣 基本上是不會 除非你自己真的很敏感 因為這個可能就是要考慮到 個人體質的關係 太寒了 對 隨著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其實我們真的是有一點點會 退老化的線 就是我們所謂初老現象 所以其實可以有一些 生理上的症狀跑出來 所謂的肌力跟修復力是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宇珊她已經是 她不是真的說 有時候過度訓練 對啊 她已經是傷害 她是想跑馬拉松 那一定是比較多的 MBA球員她們的運動量那麼大 她也會傷害 對 對不對 還有那個誰 十字潤代不就斷掉了嗎 對… 對 全明星運動會 小玉 小玉這樣 對不對 所有人都受傷 不是… 什麼啊 我們很認真 來 第八票… 第八個臉部鬆垮凹陷 很重要耶 這個誰 又是妳 又是妳 又是妳喔 妳台人是很難的 有我們狂嗎 有我們狂嗎 我更驚訝 妳不要吹冷靜了嘛 我來看 怎麼了 我更驚訝是 有一次去看皮膚科 然後看完之後 我想說好 沒事 醫生就說 然後我突然就想說 為什麼 她想賺妳的錢好不好 可是她真的說服我 有一點是她拿出鏡子 然後讓我照著 她就大拇指往我這邊 然後往上一拉提 我突然發現 我以前好像真的是長 就是這個樣子 而不是現在這個樣子 本來就是 就會不一樣 而且…妳這個年紀正在長大人 就是長相會變得 比較像大人的樣子 所以本來就會少一點斷斷 這超正常的 但這邊感覺 這邊下來就算了 這邊還一隻 沒有啦 有啦 好不好 妳無病聲音 對啊 這無病聲音 妳們每個人都比我潑美 沒有 我覺得 那妳就是沒有保養嘛 對 妳真的要保養 妳要吃膠原蛋白糖 來 姊姊教妳 依依介紹妳 沒有 我覺得她危機意識 真的很高 像我就是這陣子 反而是一直被大家稱讚說 妳是不是變瘦了 我時候就說 她覺得我整個人看起來更緊實 其實我那時候覺得沒感覺 反而還很開心 是有一天Facebook跳出來提醒我 就是我之前有十年挑戰 我就看我自己高中的時候照片 就覺得那時候寶寶費好嚴重 我看不到妳 妳在哪裡 對 就覺得那時候臉是很肉的 納豆以前好瘦喔 不是 對 高中同學 不是青梅竹馬 對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以前沒有法令紋 然後以前這邊都有嘴邊肉 然後現在好像覺得 臉比較緊 比較小 可是好像是臉 越來越流失膠原蛋白了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要保養嘛 真的啊 對 而且其實妳會覺得 過了25歲之後 妳好像臉上 很常會有那種膚色不均 或者是臘暗感 對 暗沉 暗沉感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明顯的 妳只要稍微有一天睡不好 像前面不是說不喜歡社交嗎 其實有一點就是因為 每次只要熬夜 隔天早上起來 臉上肌膚就會非常辣晃 然後妳就會覺得 妳的黑眼圈好重 平常可能就是沒有黑眼圈 然後只要熬一個晚上 黑眼圈大概在這個地方吧 在掉下顴骨那樣 真的 天啊 那該怎麼辦呢 然後就覺得肌膚很辣晃 好像氣色很不好 好像乾壞掉的一樣 是… 對 這個狀態是什麼 其實二十幾歲應該也是不太要 膠原蛋白流失那麼快 對啊 這才剛啟動而已 怎麼會流失那麼快 所以有時候 它是體重瘦太快了 因為你看喔 臉皮那個豬頭皮 它那個脂肪跟膠原蛋白 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有時候不小心 瘦脂肪的時候 真皮跟著一起搏了 所以臉就垮了 所以最好體重不要常搏動 對 所以我們算上了年紀的人 突然間瘦太多會嫌老 對… 你看我少了十公斤 但看起來好像媽媽就這樣 妳怎麼看起來臉這樣會老 或怎麼樣吃胖一點 那我一想我胖起來 會不會像徐毅士一樣 看起來比較像 看起來就沒什麼做 她的嘴邊肉看起來比較豐勻 氣球撐大一點嘛 對 所以有這個角度啦 對 有這個角度 多按摩什麼其實也就不用擔心 但是按摩很多人都想說 我要是把自己這樣提起來 推 對 每人這樣推 然後又把那個什麼麻尾綁很緊 對 把它拉住 其實那個反而會把人的筋膜 把它拉鬆 好酷喔 為了睡眠習慣 婦女現場吵架了 人的體力就像電池一樣 它會消防 有時候是七大八早五六點 跟老人家一樣就醒過來 對 有時候是焦慮症狀 吃潤感也是 對 像我是永遠都是早上七八點就起床 沒有… 沒有 沒有… 我以前十二點都還要去 我當你女兒當了三十年 其實那個反而會把人的筋膜 把它拉鬆 好酷喔 就像你橡皮筋 常常處於繃緊的狀態 是喔 你放開的時候是不是反而鬆掉 上游政策 下游對策 遇到這種狀況怎麼辦 來 對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是 大概有一年多兩年 我都覺得我的肌膚瞬間變成蠟黃 真的就是不太能熬夜 後來我就發現這一個很厲害的 像其實我去年底 就是有來這邊分享過 但是今年要再來分享 原因是因為它升級了 升級 它變成水潤升級版 而且它非常厲害 我想要示範給大家 給它擠出來的質地 已經跟之前的不一樣 整個大大提升 對 但我可以請依依幫我拿個麥克風 推薦一下 你直接坐下來好了 來 謝謝 我跟你講 它真的新的已經完全不一樣 它的水潤程度 我跟你講真的好像 我以為我在擦什麼精華液這種感覺 但它其實是素顏霜 我直接先擠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喔 瞬間 踢下來 超級水潤的這個 超級厲害的這個素顏霜 這個是素顏霜 對 它是素顏霜 因為你知道像平常 就過了25歲之後 真的 會覺得很懶 你就會想說 真的不想要出門 再那麼多花樣 像剛剛常常說 她出門化妝要三個小時 她是會這樣 她不想出門 可是我雖然不用那麼久 但是我也需要一個小時 半兩個小時 弄頭髮什麼的 一直到整妝出好 而且像我平常沒有工作 基本上我是不太化妝的 對… 可是還是會覺得膚色不均 這個時候我就會用它素顏霜 會很方便 然後你看 它的這個水潤的質地 讓它的延展性更好 我這樣稍微一推 瞬間 很快就吸收了耶 吸收非常好 因為你看 像很多它會 質地會比較濃稠一點 它的吸收力就不會這麼好 或是有時候 你可能需要過一點時間 甚至再調和其他精華液 但升級版的這個素顏霜 它是水潤版 所以你看 瞬間它就吸收了有沒有 而且很自然沒有看白 對 完全不會 你看我給大家對比一下 也不會黏黏的 有沒有 差好多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升級版真的不一樣 整個大厲害了 妳那邊好像蠟 對 因為蠟黃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的嫩白 好像是那種 回到20歲的肌膚一樣 那成分也有不一樣嗎 成分也是非常厲害 但是在講成分之前 我想要先卸妝給大家看一下 我示範給大家看 試在臉上 好 卸妝 而且你看卸妝就瞬間 肌膚就沒有像剛剛這麼明亮 對 因為這個素顏霜真的太厲害了 我現在有的時候 甚至我都不需要粉底 我只要素顏霜之外 一點遮瑕其實就夠了 儘管你的那個遮瑕或是什麼 額頭色差就很大 對 有沒有 很明顯 超級明顯的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現在是已經擦掉了 把我之前上的底妝都擦掉 然後稍微這樣搓勻之後 我平常都是起床 洗完臉 上完化妝水之後 直接取代它當成日霜 直接塗上去 對 直接塗上去 因為它這個素顏霜就是 很像是保養型 它是保養型的素顏霜 所以在你上的過程中 它裡面含有非常豐富的 蜂蜜蘆薈 還有這個藜脈的部分 蜂蜜就是可以幫助我們 就是這個肌膚保持它的水潤度 然後藜脈也是可以修復 我們一些暗沉 或者是膚色不均的部分 重點是它裡面加了維他命B5 就是很棒的保養成分 讓它更水潤 可以保持肌膚的水潤 甚至到16個小時 讓你吃妝吃得很漂亮 你看像我剛剛擦完了第一層 薄薄的 是不是已經膚色開始 已經均勻了 而且重點是一點點而已 很省 而且我這麼近距離看 它完全沒有卡粉 完全沒有對不對 它的整個這個細紋 就是服貼度非常高 像很多時候有些朋友 他們會覺得說 一層好像不夠 黑眼圈比較重的人 你就可以站擠一點點就好 只要一點點喔 然後稍微局部這邊點它 有沒有 點它 有點像遮瑕 跟化妝品一樣 像化妝品一樣 所以基本上你看 我現在整個上完 是不是就好像回到 我剛剛上妝前的樣子 所以它的效果 是非常非常好的 重點是大家會覺得說沒有太陽 好像是不是會覺得 不用擦防曬 但沒有 其實現在沒有太陽的地方 才是紫外線最高的時候 因為大家會忽略 它這一瓶很棒 它SPF25 重點是還有三顆心的防曬 所以對於我們日間的防曬 是非常足夠的 可以預防我們的光老化 對 而且你看 還有它完全不脫妝 它這個擦在脖子上 吸收之後完全不脫妝 就是我們這就是非常棒 也不用擔心說 我們一般上粉底或上什麼 會讓你的那個衣服 會有一些殘妝 就可以保持肌衣服很乾淨 而且重點10秒上妝 真的是非常棒的懶人法寶 很快 對 太棒了 這個叫做 這一個就是 解洛尼斯抗UV防曬素顏霜 讓你可以每天多睡一個小時 這麼長 分享給大家了 這個防止老化 是 內心做其外 體外也是非常重要 對 有加成效果 來 看第九條好不好 第九個 記憶力衰退脫光衣服 居然忘了要幹嘛 這個還能忘嗎 對方沒有直接把妳鋪倒嗎 誰 什麼啦 這是真的 就是很常是 我現在回到家 可能想說等一下要去洗澡 閃神 對 我脫了衣服之後 我就手機可能突然一響 然後我就可以開始拿手機 開始坐在床上 一直傳 一直傳訊息 然後直到我媽進來敲我房門說 她一打開門說 妳幹嘛脫光光不在房間不穿衣服 然後我說對 我為什麼沒有穿衣服 我沒有穿衣服是要幹嘛 然後我就忘記說 其實我是要去洗澡這件事情 不行啦 光溜溜會被偷拍耶 對 就是有時候會有一些閃神 出過法律事件 對 或者是有時候會突然脫完衣服 肚子好餓就會想要去吃東西 然後就會忘記自己 其實沒有穿衣服這件事情 對… 我有一次也是 就是那個浴缸開始放水 對… 浴缸也倒下去了 然後放想要等一下嘛 然後出去外面看一下狗 那種像貓什麼的沒的 等到我反應過來 我已經在看Netflix了 然後我還說睡 結果看水這樣流出來 為什麼有水 然後整個浴室就已經添水了 已經在外面傻眼 就是會忘…完全忘記 這個就是要閃神啦… 對 然後有記憶力摔腿 會要出三次 一下外套沒拿 一下鑰匙沒帶 一下手錶沒帶 這個應該就是老化了嗎 對…其實沒錯 因為其實我們的腦部的細胞 其實我們現在 就隨著我們年紀越來越大 我們接觸到的一些自由基 其實也會越來越多 而且這種自由基它是會 就是讓我們的腦細胞受傷的 對 所以其實第一個是年紀 第二個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大家越來越不喜歡 吃早餐 什麼意思 因為你可能會很忙 或者是你可能就睡到自然醒 可能就已經是中午了 所以其實你不吃早餐的時候 其實對我們的腦細胞是傷害非常大的 是嗎 對 它不是說睡到中午我就省了一餐 其實你在不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人體在晚上休息的時候 腦部也是需要能量去運作的 其實我們大腦的能量來源 所以你也不能不吃到 就是澱粉類的東西 是你一定要吃到一點點澱粉 對 因為它才可以讓我們 精盆的飲食 很重要 它才可以讓我們腦部有足夠的能量 去做一個修復 譬如說就是吃一些顏色比較深的 蔬菜或水果 水果尤其像是紫色 譬如說像茄子 對 藍莓 茵桃 對 深色的食物 其實這樣的一個抗氧化能力 都會非常強 就是可以保護我們的腦細胞 讓它比較健康 就是預防我們的記憶力 那麼早衰退 OK… 這也是老話 來看一下 第十一個 睡眠習慣改變 一天夜要補餐 對 對 這個是… 這是Oh No 熬夜打麻將一天 以前年輕隔天照常工作 對 現在不行 現在就打完麻將隔天很容易摔車 真的 因為以前的我 它是我可以派對到四五天不睡覺 然後睡個一天 隔天都還可以正常 正常生活習慣 可是現在我只要派對個一天 或兩天沒睡 我要花三天才可以讓它回來 就是元氣才回來 頭腦才會正常狀態 不然的話我會很容易發脾氣 就是不知道去再打麻將 對 會這樣… 所以我覺得現在老了 反而要花更久時間才能恢復體力 就出老了 對 像那電池壞掉了 就是電池壞掉 充不滿電 就是坐的時候會打瞌睡 躺的時候反而睡不著 人的體力就像電池一樣 它會消耗 越來越低的 充不滿 充電要很久 然後又充不滿 對 對 有時候有些人他躺著睡不著 他常常睡不著的時候 他是東想西想 那種有時候是 OK 然後有時候是七打八早 五六點 跟老人家一樣就醒過來 對 那有時候是焦慮症狀 太焦慮了 在想事情 責任感也是啦 對 像我永遠都是早上七八點就起床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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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十二點都還要去 我當你女兒當了三十年耶 你真的是年紀大一點才這樣子 你… 沒有… 我以前十二點都還要去這樣 我當你女兒當了三十年耶 爸爸起床 爸爸起床 但是十二點的是 別理他 第十二條 她是大量掉頭髮 朋友得確實 女生掉頭髮這麼困擾 對 因為我真的覺得像我髮量 其實算多的人 但我覺得初老的症狀就是 我們因為身體些微的變化 所以內服外用的東西 越來越多 所以像我前陣子就是 因為我朋友是美髮師 我就覺得每天洗頭的時候 怎麼都是一把一把掉 然後浴室也越來越容易 被頭髮塞住 然後我有一天就順手 就是一把頭髮 我就拍給我朋友看說 這樣的掉髮量是正常的嗎 對 她就說不行啦 她說這樣太多了 她說這已經是有點 瀕臨產後落髮的感覺了 怎麼可能這樣 對 然後她就很擔心 我說妳最近是不是 營養不良什麼 我說也沒有 就只有睡不好 飲食要均衡很重要 對 要吃 不過茵茵講的那個 確定不是出老症狀 因為老化的掉髮是沒有掉 所以長 真的老化熟悉 女性落髮 它是正常掉 它只是賺不回來 那個才叫老化現象 像大把掉 像做化療一樣 像產後 那種叫集體罷工 集體罷工叫休止期落髮 還會再回來 那個如果身體狀況好 是有可能回來 但另外一種就是被攻擊 免疫性有攻擊 直接把它幹掉 讓它掉 那就變成圓突了 這種都是免疫性掉髮 所以會掉多都是要 都不算是出老 那都是有問題 那要趕快去處理 可是真的誇張還是要看醫生 有沒有出老呢 我跟你講 心態上的年輕比什麼都重要 對啦 不要被限制了 歲月我們無法改變 但是我們自己的努力總可以了吧 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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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一排加一